它来了,它来了,它终于来了 记得还在10月份的时候 朋友圈就被广汽丰田BZ4X上市信息刷封了 不过也不奇怪 毕竟广风的产品一直都是深得人心的 那么它这一次带来纯电动的车型 应该也会让很多消费者期待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广风这次拿多少诚意面对消费者 从BZ4X整体的外形可以看出 我觉得它是丰田里面最好看且新潮的造型 强远的视觉冲击力让人很容易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垂头纱的前脸的设计非常张扬 而且又不是违和感 立体的斜面尾部造型 采用强调棱角的BV独特设计 尾部是一个光剑式的LED尾灯 分别是三组的灯珠 近光远光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灯楣 大家仔细看这个灯楣 其实就是垂头纱这个垂头的造型的一部分 这个设计是与前脸设计相呼应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内饰 BZ4X是我认为丰田里面最好看的一款 因为它积极起了该有的科技感和便利性 特别说一下 和燃油版不同的是 它换成了旋游设计 不管是操作还是使用都非常便利 以表盘很特别 防反光防止扩散防止产生阴影 我们发现车上没有手套箱了 所以副驾的腿部空间变得更宽阔了 虽然手套箱取消了 其实在中控台这个的路空的设计 也是一个较好的收纳空间 这个车的长度只有4米7不到 但是它的轴距能够达到2米85 拥有堪比汉兰达的空间表现 大家还可以看看我们做的小游戏 看看BZ4X到底多能装 有了自动驳车这个配置 遇到在男的的位置也不用犯愁了 接下来我们在封闭场地过一个单边桥 通过的时候要双手握紧方向盘 驾驶员可以从中控显示屏中 看到车辆的透明底盘 从而增加行车的安全性 够侧坡也是同样的操作 通过底盘看账恶物的接近 在驾驶的体验中 我也感觉到了BZ4X的优势 基于ETMGA架构打造的BZ4X 整车实现低重心和高刚性 非常好开 顺畅无钝挫感 BZ4X有一个隐藏技能 在保险里成为0之后 车辆竟然还可以行驶30到40公里 给驾驶员提供了安全感 总的来说 可以看出丰田绝对是已经将最好的设计配置 给了BZ4X 也看到丰田拿出十足把握 要在这个纯电市场挣个高低 现在车已经到店了 我说的再好也不如到店试试 好了 这就是这七月价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